很多年纪过于NASA to my surprise 有一个玻璃柜台展示的是一套宇航服 上面写的1950年 这个Star Trek 还是星球大战 Star Wolf 反正是五几年那个东西 在这部电影中 有一个这样的职位 后来NASA认为这个职位非常必要 就按着电影设立的职位 而且这个职位 他的衣服基本上按电影设计 因此就变成了NASA 为了电影设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operational position 的东西 我才知道美国原来艺术 它是引领technology 怪不得那些繁殊岛technology 现在有艺术素质 而我们中国的导演呢 都是古兵旺式 所以他们一接到现实器材 就觉得不行 到时陈可欣一看 哎 觉得 他以前 他在文内已经发展了七八年 在这之前我们也不认识这些 但是他一看到这个集赛 有意思 然后他拍完这些铺铭状 什么东西 都是比较叫好 但是不卖座 他要翻身一次 对吧 来个逆袭 这个还不是老师 哈哈哈 然后他一看到这个集赛 他说这个我拍的 朱敬一开始觉得 我也是一个香港来的导演 拍三十年中国改革开放 从八零年开始 到现在 你那个时代感 对人物的把握 对新东方这样一个企业 你的理解力怎么样 那这个集赛 我没问题 因为我从他们原始的故事中 我看到一个东西 就是朱敬企业 他这个企业 这个目的就在这三个人 三十年的有情之上 做了一个七十分普通的一件事 而这个东西 他说有这个 inspiring power 这这个集赛 当时的办法 所以朱敬企业 迅速地抢到了这个脚本 然后迅速地改编了这个剧本 把徐教宾的剧本 完全 give up 了 因为小平是带着 写出新东方的真实历史的故事来写的 从他工作操作的一些细节 什么部分怎么回事 管理啊 他相信我们这个 比如说B-School拍的电影 对吧 八零星的可能会拍上电影 但是朱敬企业 他的这个不改进去 你们太进入去 给我不改进去 我传达你们三个人的故事 原型的兄弟情 然后呢 创业 然后来自北大教研情 最后把他做成有交所 这段历史和 ETS大官司 南斯拉夫使馆 炸等等 他把这个东西创成 三十年代 中国人创业 梦想的 一个展示的创考 他说这个东西是能动人的 而且他说我要拍一个 大家都能看得懂 而且让那个民工 都能够愿意坐下来 来看的 这个一种鞭子 诶 王者有道理 结果他这个叙述的 《小平》那个剧本丢掉了 最后《小平》的故意 只用他十几个字 中国合伙人 电影剧本 然后 三个人的名字 《城东青》 《孟小俊》 《孟小俊》 《王一郎》 最后《新梦》 《小平》的故意 最后《新梦》 《新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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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我们眼睛里看 因为我认识他三十年 1980年进北大 国际同班进去 整整大学四年 和他的区别在于 我是他的班长 他给他最多活动 Bot No.1 这种人 很容易成功 I'm going to show you to something 他会改变的人 你摸大出来很难成功 你都接近巴菲特 再接近他很难 老鱼别说巴菲特 他只是说Buffet Same spelling 但是他没有提醒到 Buffet 一个是法文一个是英文 但是有重大差异 整整大学四年 我主要的经历和人生花 他也开了他 你走为班长的女人知道 As a leader 你要 inspire people ignite people same them from the whole business 那我天天约着宝宇到鱼鼓班赛库 吃到人生花 走到胡彦路 就靠胡彦最精彩的字 到我们的肉体也是 走到胡彦路 我这时候对他说的 从来没有什么励志的豪言状语 说得非常主实 这些人见信 我对于英文说 不是老一样 学习学成本健康不要求 已经全班到手第一 而且四年保持不变 北大历史上几乎没有了 历史上高考 他连续三次高考 这是他的人生性上 考我们80年考 考进北大那个卷子 是和理科是 我们也要考数学 尽管数学是参考分 参考成绩 就不算分 如果你报外文的话 但是你必须考一下 但是那个卷子都考清华 那是一模一样的卷子 参考 我当时考了59分 还不错 因为当天70多分 据说能上清华数学 我因为高一学了一课 于米宏的成绩0分 参考成绩0分 一点都没错 这也是唯一所思的 所以你的人生 一叫车鱼的电影 他就变成outstanding 英文的优秀就是outstanding 什么叫outstanding stand out 你们都坐在那里 你们不outstanding 如果我也坐在那里 咱们就一样 所以人生的成功 或者成功没什么的话 就你just stand out 不管你快到哪个方向 如果船班 就船班 这个时候前三名 你一辈子都没法努力了吗 到时候我仍然是 闪开大门的 你别人告诉你 随时跳跌 老运 不必看到人生的情况 所以展示的是 非如一个人永久的不成功 所以在硅谷 我看到了一个标语 我觉得very impressed 他说在硅谷 我们字典上没有failure 那一次 我们只有暂时的没有成功 这对所有大家要讲的创业的人 这是我51年来的体会 所谓创业 它就是一个transitional temporary organization 不断地paint tr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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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发现一个市场 需求 你也能够deliver一个东西 image 就行了 这样的会议是一样的 你不try 你接不到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在新东方法 同学们说 如果英文我需要一个词 每个词最重要 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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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定就别厉害 这Christmas他好这个东西 你看马鱼 长得像外星人 因为我们都要去外星人 作为一个帅气的男领袖的人物 他们都不具备 正是这样老天磨灭了他 吸引外在人群的东西 他把精力全部内向了 改变他们内在的 他们现在看起来 你就觉得多么温暖的外星人 超越我们人类 这样他就变成了 当你改变自己的命运的时候 你做出的人群补迹就不一样了 所以后来陈天颖呢 我是这么说的 那么用了我们三个人 其中的 分配的角色呢 就是陈可兴说 陈东青是余美红的 而且非常接近余美红连续 申请赴美国签证 屡次被拒签 这就是他发誓要做新东方的关键 他的成功在哪呢 由于他不断 因为我们班当年啊 五十个人 北大英语系 八零级 四十九个都在美国 四十多个在美国吧 还有在挪威 反正都成功了 只有一个 就是我 只有一名我 而且他连续 联系到了四五年 没有一个大学来这个 当年在北大 我离开的时候 我在北大待了十年 在北大英语系 教了六年的时候 我是作为北大英语系 讲师离开的 我那时候离开的时候 九零年 我的一个工资是一百二十块钱人民币 余美红和我一样 也是讲师最后的 我们是一个系 就住在一个团子楼里 他也是一百二十块钱人民币 当年 寄美国的一封身体积 都要几千 好像要换成的几百 或者几千 反正按照他的工资来说 他要挣十年 才能够支持他到美国来读 可能一学七的这个钱 因为当时一比十 这个兑换率 所以老于非常depressed 没有 最后一年 是俄勒冈大学 给了他办警 而且他地图上一看查不到 所以俄勒冈是在美国 对吧 算了 他不处于海淀 所以他因为留在实际的地方 他为什么创业呢 是因为他每次要考 托福 家业 文考 他目标也没有 凡是越考越有 你们各种体验他都看过 一年考好多遍 那时候不限制的 没有什么计算机的 都是比头的 你只要报名就考 他差不多平均一个月就考了一次 你只要愿意 结果他积累了大量的错题经验 所以后来 他做新中方的时候 第一批学员为什么要说老于学呢 因为他们一听老于的英文 非常接近像留学印度的那种 那个 说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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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不要跟我学 不是因为我的英文比你更好 我们教会better english 是因为我有太多的错题经历 所以你只要跟我学你的英文不懂 我也告诉你 看到这个题 看到几个字那也是错 所以你要速成了 拿来新中方 学生还有这样的地方 所以就大量吸引的北大清华中科院 这样一开始我说 哎哟 这些北大清华的中科院都要到 于米红那儿学 他这个读习班很厉害 所以当时很多学生 并不知道老于原来是这样的 当然 结果我说 当失败 它变成了你的经验 当这个经验得到了升华 甚至上升到哲学的提升高度的时候 你就会对人类有贡献 所以于米红 你自己的不断的失败 然后再缔造了新中方 有效的高效的 让人世俗通过考试的东西 这是后来ETS起诉新中方的关键存在 这个电影中 我们这段没法 那个等谈 当年ETS打官司 大家的脸也是非常著名的 在2002年还是2001年 突然有一天 我在新中方总部收到了 我的一个同学 在Washington DC 发的一个传证 他传的是当年的Washington Post的头版 一张于米红的单人照 上面写的是 Chinese cheat and liar ETS起诉北京新中方 为什么呢 是因为后来ETS 后来发现来美国留学的 很多ETS的 考GRE的托付都能满分 他们想来想去 美国历史上很少有 美国本土人能考他满分的 他们觉得新中方 倒贴了 让他们停顾了 我们当然冤枉了 我们用这个高科技 早就创业了 还能进ETS停顾吗 只是说 中国人对考试 只吃苦耐熬的人来临 像鱼米红这样的智商的人 他都能够打碗球 一般人 他不能打碗球 但是这场官司还是打的 最后在美国 这个ETS并没有胜诉 但是后来呢 他在中国又继续起诉 那么海电的法院 最后判新中方败诉 当然老于创业初期 他也没有什么法律意识 就是把ETS的教材 反正的秘密 转办了 但是呢 这是你提个意思 我不是法律专家 但是呢 从知识产业的角度来讲 其实美国人 你们知道 当年林肯总统 使用第一次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时候 人家跟他说 说这个我们买一套 大不列颠百科全书 那林肯可是买 大概十几美金 林肯说 既然是全人的智慧 我们为什么不能分享 为什么要像大不列颠帝国 我们要支付这种东西呢 但是后来美国越来越强 所以他这个知识产权 就变成了一个传统 当然老于呢 他用这个当然是不对的 现在也不对 当时也不对 因为没授权你就用 那当然在这个社会都应该的 但是呢 我做一个细节 我替老于有点缘弃 为什么 1995年 当新东方成立了一年半的时候 老于稍微挣了点钱了 他觉得要关掉新东方 也开始他的留学生意 因为成为我们班最后一个 对吧 完全留学的人 但是没想到 他一到加拿大 跟徐小平一见 徐小平呢 说哎呀你还在北京有个学校 我在加拿大 对吧 连公司都没有 对吧 他在加拿大代业呢 对吧 对吧 对吧